市长谢果良上任后,积极推动行人友善相关政策 根据网络媒体汇流新闻网,县市长施政满意度民调显示 基隆整体的交通建设有七成的满意度 其中又以绿色斑马线与行人早开十项政策满意度最高 记者实际接访,市民对于绿色斑马线带来的安全感相当有感 这个我是非常有感,然后没有设的情况下那边车速是蛮快的 但是最近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是有感受到 比如说计程车司机啊,或者是摩托骑士啊 他们都会离让行人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它这个绿色的区域有一个好处是说 因为会让人家有一个界限感的感觉 就不会比如说有的车其实还是离你很近 它虽然有停让,但是还是离你靠很近,有一种压迫感觉 所以那个绿色区域一出来就有一个隔阂,有一个隔开的感觉 可以让行人就更放心,然后机车会离得远一点这样子 我自己,假如说我自己骑车经过那个斑马线的话 我是,因为我是自己看到行人我就会停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斑马线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意义存在 普通的道路只有白色跟黑色而已 所以假如说我再多看到一个绿色 我可能会停下来多关注一下这样子 但是除了市区之外我还会想要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再多普及 这个绿色斑马线的活动,然后可能在一些比较没有人潮 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我觉得也是需要这个绿色斑马线的情形 这样也可以让民众在行走的路程中更有安全感 另外对于车子都会离让行人这一点,也让市民印象深刻 首先呢因为我现在是在台北读大学 所以本身就以前就有听说就是台北的车就比较有礼貌啊 会离让行人 但是最近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回到基隆 就渐渐觉得蛮有感的 因为这行人就是在过马路的当中会特别有安全感 因为汽车汽车会停下脚步来让你离让你路过这样子 尤其是在我家人,因为我家人自己有骑摩托车开车的需求 所以呢他们也知道法规推出之后呢 就是更加注意在行人离让的这个部分 市府方面表示会将民调的反应纳入未来的市政参考 也将持续努力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 基隆市也是率全台之先推出了行人友善的政策 那至今离让行人的观念也已经深入在每一位驾驶人的心中 我们现在在路上也已经很难去遇到不离让行人的一个驾驶 而绿色斑马线也是在民间获得相当大的一个回响 那蓝绿议员们不分党派对于绿色斑马线的这个政策 也是相当的肯定与支持 那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 一直都是我们市府团队的一个目标 我们未来也会持续聆听各方的这个建议 以完善我们基隆市的交通品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